接下来这段节目太重要了 因为只有前线百分百独家看得到 我们要教学了 大盘在今天涨了794点 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看过 台股涨这么多的单日上涨的点数 但是吴爱兹今天在卖 自营商还继续卖 投信也只卖了104亿元 所以到底谁在卖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淑峰老师研判一般散户也有 内资也有金主也有 也因此这波反弹 恐怕不会是一波到底的V转 而是在坎坷当中富贵险中求 最重要的是魔鬼藏在筹码中 怎么解释筹码 怎么解释您手中的个股 筹码是往上 但您往上还是往下 淑峰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接下来让大家上一课 到底怎么解释您手中持股 如何受筹码影响 对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就从资券的一个角度上面来跟大家讲 融资不代表散户 大家先讲融资也有业内跟主力上面的一个筹码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叫相对 到底这个筹码安不安定 我个人认为呢 杀到昨天为止这个筹码算是比较安定了 算安定够了 想要杀的人大概在昨天都杀掉了 被断头没有钱的人也在昨天断掉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有去跟证券公司去查 他在上个礼拜五 他基本上就是融资追缴令齐发的时候 那基本上你融资追缴令出来 你出来之后两个营业日之中你要去补 如果你不补的人大概就是在 那自行了断就礼拜一 礼拜二也就昨天 他就开始跟你强制断头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台北股市呢 他在前一波最大量的低点 就是19291 当时候的融资是2820亿 那到了最高点24416点 24000多点的时候 你看他融资是增加多少 增加到3345亿 这是18.6% 那高点回跌呢 对我们从7月11号的一个高点 是24416 那跌到了昨天的低点是19662 那我们看融资最高呢 是3404 那到了融资余额的昨天 只剩下2912亿 这是减少几亿 4992亿 对492亿 那percent数呢 就是14.4个percent 所以如果我们以percent数来看 他其实只差了4个percent 我们以融资金额来看 是92亿而已 其实够了 这样算够了 这样算够 也就是说初步里面来讲的话 如果台北股市在今天里面 如果不是不长眼的人 全部融资又开始进来 就过往里面的一个低点 基本上越涨的时候 他融资还会降 所以这种过程之中 你不到100亿的融资 他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们才过去一直讲说 台北股市的融资增加的幅度 不向低点 每一次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查在技术面跟筹码面 台北股市的一个高点 10014也是股价在高点 或是我们在两年多前 1月份的一个高点 18619融资也是在高点 所以这一次也是 所以现在里面来讲话 如果以跟19291来比的话 那我觉得只差90亿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个融资的减肥的一个幅度 已经够让台股能够落 离落底越来越近了 对 那但是是每一个股票都落底吗 当然不是 我们就说台北股市到24416的高点 每个股票都有涨吗 没有 有些在今天里面还在创低 对不对 所以在未来里面来讲话 一定股价的强与弱 他一定跟他的第一个股性有关系 第二个一定跟他的筹码面上面有关系 第三个一定跟技术面上面 有关系 所以这三个点位 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们来看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 特别跟大家讲说 假设你是股市的小白 你刚刚进来 我说股市里面来讲 在邪恶第五波的 整个波浪5 他在延伸波里面 其实一定要很小心 有ABC的修正 所以可是很奇怪 每一次到了邪恶第五波的时候 大家那个贪婪的心才会出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如果你真的不是高手 你不会断舍离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用献股了 你用献股才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就跟大家讲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股票的市值 就是你现在的价格 去除以你像融资公司 就是政经公司借的钱 除出来就叫做你什么 维持率 融资维持率 那OTC市场上面来讲 就是55 我借你五成 那如果是集中市场 就是我借你六成 那我随便做个举例 假设一千块钱的台积电呢 我的市价是不是一千 对 那你跟政经公司里面 你是借多少 六十嘛 那就是等于除以六百 那这个等一百万 这个等于六十万 那出来就是这百分之一百六十六 这很简单嘛 算得出来嘛 那什么时候 他会叫你追缴呢 不刚刚那个相除 不到130的时候 他会发出追缴力 我就跟你讲 大盘如果跌两成以上 很多中小型个股 一定就是会跌超到 超过一来 这样先记住 大盘 我给大家讲 为什么美国说 如果指数跌两成 这一家公司会进入空头 就是用这个算的 就是这种算法 就是说你如果大盘跌两成 很多的中小型个股 一定会超过三成 三成就是一定断头 所以你就记住 融资维持率不到130% 你会收到一个追缴力 收到追缴力之后呢 两个营业日 麻烦你补齐到166% 我是算所有的股票 把它的整户的维持率 整户的维持率 就是说假设你有 一加二加三档股票 譬如说你有鸿海 跟台积电 假设你有台积电是不是1000 对 这是100万 后面要加三个零 对不对 再加上鸿海是200块 对不对 那再加上 我们随便做个举例好了 假设你是连电 那是50块 假设了 那你就去除 了解 你跟他借六成 这个就是600 你跟他借六成 这个是多少 120 这样子就加30 这样除出来 就是一个追缴力 会不会有一些人 比如说我是这档 跌到了快要追缴了 我去买一档 融资维持率比较高的 去维持住我整户的维持率 有人这么做的 对 甚至很多人在这一次 我跟大家讲说 我还第一次长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 大家去选那个 比较波动比较小的 一堆人 明明是存股 你知道吗 去买了高股息 ETF全部押进来 就是为了要维持 整户的维持率 他就是为了整户维持率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 在这一波里面来讲的话 很奇怪哦 按照到底讲 高股息的ETF 应该波动值低于大盘 你知道大盘还没有跌破季线 谁先跌破季线 大家知道吗 高股息的ETF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被拖下来的 就整个拖下来 就高股息的ETF是这一波 拿去当当保品 你的股票啦 都可以拿去当当保品 然后就是维持上来 你就可以撤追脚令 可是你会说 我得没这么钱啊 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我要如何不让你 政经公司断头呢 那我就补到130以上 可是不足166 就是说我明明到166 你应该补20万 我不二十万啊 我只有15万 那我就补了15万 所以他不会给你断头 但是他仍然保持这个追脚令 在你身上 那保持这个追脚令 跟侧追脚令的差别在哪里 侧追脚令 你还可以看两天 对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有人 融资追脚令还在呢 如果某一天 他又再度跌破130 很抱歉 你下午过来补 这些公司不补 隔一天 开盘就断 所以昨天的 那个前天台北股市 什么时候最惨 9点半之前最惨 有没有发现到 补不进来 强制卖出 强制卖出 没错 就是说你下午要补 可是问题是 很多那个投资人 就会跟正经公司说 三点半银行关门 叫补什么 我明天早上一早补给你 所以呢 他就会开放到开盘前 是 那开盘前 大家说 我银行9点才开门 对不对 我跟你这么熟了 一般业员会看这个人 看这个投资人 跟他熟不熟 熟的话 他就会开放9点 9点你还不补 对不对 你还没有来我公司 来我们的正经公司补钱 那我就开始砍 所以那时候9点半 是不是砍到最低点 那就是9点 他就9点到9点半 一路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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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过来呢 那有些人来讲话 他又跟你很熟 他会让你到什么 收盘 所以整个前天里面 台北股市就是 9点到9点半有一波 过来就1点到1点半有一波 这就是来自于 正经公司上面的一个手法 那过去我们如果知道 这次的经验 不管是要强反弹 或者是你在盘中 要去做股票的时候 你就要掌握这个节奏 大家那个断头的危机 出来的时候 你不要去接到刀子 对 那我就跟大家讲说 很多的股票 你最怕什么 去接将近跌三成的 因为那就是会断头 所以你现在要记住 我说的话 你只要从最高点 看到融资水位在高点 譬如说假设 因为台积电没有这种情况 假设台积电你是买1000块 那你看到最高点是1000嘛 它跌到快要700块的时候 这张股票不要去抢 因为断头的卖压会倾潮而出 所以你看到OTC为什么到昨天还在大跌 就是那个倾潮而出的卖压出来 所以一定要记住 快要三成的股票 不要不要去抢 等到断出来融资 碰这样子下来 就那跟那个融资的 融资余量掉下来的时候 你再去抢会比较好 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 OTC的涨幅大于集中市场 因为昨天都断光 那我问一个状况 真的你知道融资在断头 我要牺牲多少投资人 但是如果真的到断头之后 福尔大概洗清了 他就会开始谈了吗 对谈 三成会谈第一次 但不代表他会一直谈 为什么 我刚才就讲 抢反弹像抢银行一样 有人抢就走了 抢了一定走 为什么 因为他会融资断头 一定会比大盘弱 但是而且很多人会怎么样 譬如说 我假设100块钱我卖掉了 那105转强了我不会买 跌到95呢 会再去买对不对 我告诉你那就是更弱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那就是更弱的股票 所以你不应该这样子的逻辑 了解 好 大家 那你一定要 我跟你讲说 股市就是少数的赢家 你的思维要跟别人不一样 你才有机会成为少数的赢家 好 告诉你钱 依照什么样子的逻辑去走 我们个股来做一下举例 我们来看个股 这两档个股当然都是大型的个股 那为什么在前天 大部分的个股都跌 就拉这些全资个股 我就问你啦 请问外资有大买吗 没有 没有嘛 那如果你是政府 你要把盘稳住 是拉台积电比较厉害 还是拉鸿海 拉台积电啊 当然 所以台积电虽然融资在历史高 鸿海也是融资增加 但为什么台积电可以没事的原因 就是反正我拉台积电 这个指数就有用 所以台积电一拉 居然盘中处级涨停板 那你就知道这个指数就多少 扣掉台积电扣掉联发科 台北股市前天其实是跌的 对不对 好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两档个股里面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列出来是 因为他们是最早在前天 就直接回补缺口 应该说昨天就直接回补缺口 那我们来看我们刚就讲嘛 直接回补缺口 他是比较能够确认是第一只脚 有没有 直接补缺口了 你看零发科是不是 这边他昨天是不是就补这个缺口 对 那补了缺口是不是 这个就是第一只脚 那今天再谈 他未来回来去破这个低点的可能性 就很低 是 因为他这个981是有带量的 我现在清楚跟大家讲 如果他这个981没有带大量 补缺口再下来 不保证不会破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才代表筹码洗掉嘛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到很多股票 像今天来讲 整个筑法一直在讲 好多股票补缺口 补缺口 补缺口 你没有量啊 还要再补 还要再搭配一个量 对 我们说 我们说股市里面 价量结构才是什么 真枪实弹 真金白银弄出来的 你没有这个量 你代表筹码洗得干净吗 没有 很多人在想跌升反弹 今天的涨清板股票都没有量 你要不要浪费跟我说 我要练那个通通 就要再搭配一个条件 就说要量有出来 好 这个所以这个 这个比较能够确立 是第一支架的原因是 融资减少 对不对 补缺口 好 那台积电是什么 台积电是硬撑上去的 那一看就知道是政府基金 跟四大基金 可是问题是 我不管你撑不撑 你就是出量了 是 你就是出量了 那为什么跟你讲 他这一档各国在这一天的出量 他是业内主力 有钱人跟散户 共襄胜举 有没有这一天是 他的一个投资户数 就股东人数是最高的一天 你看他融资水位 是不是在历史高 可是不管怎么样 为什么今天要列出来 你补了缺口之后 果然这些人都是短打的 融资就卖掉了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一天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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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補完缺口就卖掉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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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代表什么 没事 可是你来看2317的鸿海 融资打死不退就变这样 大盘是不是已经慢慢向 慢慢靠近 所以你跟我讲说 鸿海160块钱 像我在联系我讲 鸿海160块钱充满了魅力 800块钱就跌停板的一个台积电 充满了魅力 可是两个差别在哪里 如果我是国安基金 我不会拉鸿海 我拉台积电 所有资金拉台积电 可是问题就在 你的融资打死不退 你这档个股虽然160很漂亮 可是你可能要洗 因为他也没有补缺口 所以他连第一只脚 都还没有办法确立 很多股票是这样 就是第一只脚 还没办法去做确立 我们看KD指标 你看是不是还没有确立 对不对 他唯一的好处是有带大量 所以他如果未来里面来讲 三日内不破地去补了这个缺口 那很简单 就涉160块钱 就三日内不破地嘛 你可以抢个跌升反弹 那设160 当做你就出场参考价 那另外一个是 今天才反弹的 台北股是昨天是不是指数 已经在涨 那很多股票今天才反弹 而且昨天还惨跌的 融资水位比较高的 我们就以今天涨田板的 6869的云豹能源做个举例 云豹能源是前一波里面的 强势个股 最近开始去做补跌 那问题就是来自于 这个时间点他从330 跌到170几 请问这个几层 有没有超过三层 他绝对是超过三层的嘛 对不对 好那超过三层你可以发觉到 他为什么在昨天里面来讲 他还是跌停板 我们把浮标移到这一天 在前一天 你看他融资是不是打死不退 打死不退 你就永远没办法翻身 一直到昨天 所以好险昨天融资大减 对 融资大减下来了 所以他才今天涨田板 可是问题是 你的跌幅是很深的 对不对 你的跌幅很深 而且你呢 也去跌破了近线所在的位置 你的生命线是有跌破的 所以这一档个股 你要再去看 他这个融资的退 他有两个退 到底是业内主力退 还是散户退 那为什么跟大家讲说要看一下 大家看9958的四季钢 你觉得跌的够不够深 够啊 373跌到173 跌到这里你会觉得够了 对对 原来这个是地板 下面还有18层地域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最近的所谓的绿电概念 个股里面 从最强的四季钢走是不太对 那你可能要稍微留 那你再看中芯电 1513的中芯电 他也是直接讲 这个是什么线 这是年线 所以我觉得绿电个股里面 很奇怪哦 他都比大盘弱非常多 那以中芯电来说 其实融资最近开始有开始减肥了 所以他会反弹 他会反弹 可是问题是 大盘有跌到年线吗 没有 他们都跌到年线 我说 所以他们是跌到年线 我刚才讲的 接近年线 靠近年线 有点葛兰币八大法则的反弹 但是他比大盘弱 那比大盘弱 而且他是以前的强势个股 现在都比大盘弱 是全面性的 我刚才看了一个四季钢 你现在又看了一个中芯电 那我觉得绿电的概念个股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比较留意 因为他是有点全面性的转 这个更进阶版的 虽然融资在减 但是因为他比大盘更弱 所以他就算弹的话 恢复元期的时间也要很长 我就跟他讲说 那就可能就是要很多支脚 好OK 那我们再看 那个3024的光电的益生 这一支股票 那你来看3024 那你说他跟大盘是一样 你为什么要把它列出来 因为你看他的融资的水位 到目前为止还是在高水位 那所以呢 他我们来看长一点点 他颈限位置其实在昨天破了 所以反弹如果再破 这种股票要走 一定要走 我再强调这个第一点 反弹如果再破 你就一定要走 因为他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右边的量比左边的大 那个再反弹 那个就是再破的话 就是逃命破 好 这个就是头部的成型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支卷同征的 那密忘史不用讲 最近的强势个股 乖离太大 我不建议你追高 但是昨天是爆量的 低点30块钱 你守住 跌破事情 那大家也知道 最近里面什么 刚刚有讲工具机 反正现在 大家只要是 跟机械有关系的 都是机器人 那高峰现在也讲 他是机器人 那问题是 他也是乖离过大 那如果月线 就是他轨道线 如果跌破的话 就走了 那像这两党 各股是不是叫 资卷同征 而架强 就还有业内 跟主力在这里面 如果资卷同减而架落 然后再转成 资增而架落 那就是回归到 我们刚才讲的 转落个股 那就代表主力 有落跑的现象 了解了 谢谢蜀方姐 请回座留在这一页 两大结论 先总结一下 刚刚这四张字卡的重点 第一个 如果你的个股 出现了资增 但是价弱 融资增加 但是股价 并没有往上 然后又破了重要支撑 请勿任意的摊平 跟昨天 赵宇哥跟你讲的一样 等 等多方转折出现 以免住进套房 另外一种角度 如果你是属于资增 架强 这代表是业内股在里头 这里头不能出现 资减 卷减 转弱 或者是资增 卷减 价转弱 那接下来 恐怕就有一些卖家出现了 好 很多细节 恐怕要慢慢的琢磨 史福老师最近出的书 《迎战古海》里头都有 大家可以仔细续翻阅一下 这是今天为您上的独家教学 好 上完课休息一下 等会儿要告诉您说 黄元旭又要回来了吗 AI会再度掀起人来风吗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